这个视频我们来讲讲左传中的明篇 晋陵宫不君 晋陵宫是晋国的国君 君在这里名词活用作动词奉行君道 标题的意思就是晋国的国君晋陵宫步行君道 晋陵宫不君后脸一雕强 脸指赴税 后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加重的意思 雕强则是修筑豪华公式 步行君道的晋陵宫简直就是个活宝 他故意加重老百姓的赋税 为自己修筑豪华的宫殿 还站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 看着他们慌忙躲避弹丸就哈哈大笑 厨师为他炖熊掌 熊掌没有炖烂 晋陵宫就把厨师给杀了 还命人把尸体运过来给大使们看 见此情形大夫赵顿抽得不行 一次又一次的跑去劝见晋陵宫 结果呢 供换之是雏尼贼之 换忧虑的意思 之只带赵顿 贼名词活用作动词 像贼一样偷偷去做 赵顿老来劝他 晋陵宫烦得不行 决定派雏尼去暗杀赵顿 陈王千奔辟义 胜服江朝 尚早做儿假妹 尼腿 坦而言曰 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 贼民之主 不忠 弃君之命 不信 有依于此 不如死也 处怀而死 屁 开着 假妹 闭目养神 假装睡觉 民之主 老百姓可以依靠的好官 厨尼一大早都去了赵顿家 却看见卧室的门大开着 人家赵顿已经穿戴好礼服 准备上朝了 时间还早赵顿就端坐下来 闭目打个盹 见此情形 厨尼赶紧退了出来 感叹说道 赵顿在家都不忘恭敬 真是老百姓可以依靠的好官啊 暗杀百姓的好官是不忠 背弃国君的命令是失信 忠信违背了哪样都是错 还不如去死呢 于是厨尼就一头撞在槐树上 死掉了 这次暗杀失败后 晋灵公又继续采取行动 他请赵顿进宫喝酒 事先埋伏下杀手 结果赵顿的车夫提名名 挺身而出 与其他杀手数死搏斗 车夫最后战死了 赵顿得以逃走 晋灵公就又派了一批武士 赶去追杀 其中有个叫灵折的 却调转武器 勇猛地打退了其他杀手 赵顿为他为何这样做 他说 我就是您在义桑救助过的恶汉啊 说完便走了 赵顿醒悟过来 也逃命去了 之后没过几天 赵顿的堂兄赵川 就把晋灵公给杀了 赵顿还没有逃出国界呢 听到消息后就跑了回来 晋国的使官董胡 认为他逃亡没有出国界 回来以后 又不追讨凶手 就记载到 赵顿是其军 这篇文章 可以看作左传使用春秋笔法的范例 所谓春秋笔法 就是不直接评价人物 而把褒贬 寓于精威的语言之中 全文一开篇 便是晋灵公不君 不君二字 就体现出作者对晋灵公行为的贬择 面对赵顿的劝谏 晋灵公是 是储尼贼之 一个贼字 传神地讽刺晋灵公 暗害忠良的行为 赵顿心系百姓 死里逃生 持官给他记上了 弑君之名 孔子和左丘明 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好大夫 厨尼 车夫和灵哲 则忠于大义 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保全赵顿 字里行间 全是对他的赞叹啊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 快去答题抢金币吧